我们在现场结束这场比赛 反正心里挺难受的 我觉得杜志导也挺难受的 听着杨健老师的哭声 看着赛场上疯狂庆祝的菲律宾 中国南岚屈辱地结束了本届世界杯赛事 通往巴黎奥运的飞机也没有了属于五星红旗的位置 但结束了互联网的群情激愤后 无论是球员的竞技水平问题还是教练的指挥出错 我们终归还是要回到现实 而迎接我们的是近在咫尺的杭州亚运会 可现在的亚洲赛事似乎我们都没有了绝对的信心 遥想从前 自从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南岚赛事 在民宿前程海教练的带领下 首次参赛是季军 然后前教练结合了中国人的体制素质 摸索出了一套中国人大篮球的法爆 他准确地根据中国人虽然个子小但灵活的特点 设计了紧逼快攻跳投三大法爆 将中国人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扬长臂端 制定了一套以快攻为主的打法 在面对欧美强队时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在前指导任期 南岚通过内线球员占据制空拳抢篮篮板 并快速反攻 实现了阵地攻坚与快速制定的统一 在亚洲赛场上所向披靡 1978年带着我们熟知的木铁柱与张卫平等人 中国南岚战胜了韩国 第一次捧起了亚运会冠军 也开启了亚洲霸主的光辉力士 1982年换衰后的主教练便为了刘贵乙 中国队也遗憾地只拿到亚军 然后前指导重掌教鞭 不仅成为了世界篮坛 担任主教练时间最长的教练 更是中国亚洲篮坛霸主的领路人 连续三年我们都在韩国队的肩膀上成为了亚运冠军 但97年的一次亚锦赛 中国队马是前提的输掉了冠军 对于中国队来说 98年的曼谷亚运会不容有失 决赛开场 中国队就气势如虹地连续命中三分 然后龚小兵在快攻中送上一次霸气的格人暴扣 拉开比分 也彻底宣告了今晚的势在必得 办场结束前 对方一名球员突破 却意外地打到了萧阳王的面部 这也造就了经典的血染赛场一幕 等到第三节处理好伤势回归 中国南岚已经一鼓作气地彻底拉开比分 完成了又一次亚运夺冠 用龚小兵的话说 能看到五星红旗然然生气 心中的自豪感无可逼拟 可是横空出世的姚明 唯一一次参加亚运会 却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屈辱的一幕